歡樂谷過山車追尾事故 官方聲稱有8個人受傷 有內媒就說 當中有4個人留意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ICU 暫時未知有沒有涉及港人 我們星期六去到港大深圳醫院看過 有專程由內蒙去到歡樂谷玩的旅客 講述當時的情況 黃先生表示 他當時與太太坐過山車第一排 坐完一圈之後他行動快下車先 太太仍然留在車上 結果就目睹意外發生 太太腹部受傷大小腸都流出 大量出血要留軟ICU 他看的時候 反應上面那個過山車就開始往下上 我起初一下沒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 他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來不起來 畢竟這個時間特別快 發名陳太的16歲兒子 星期五和幾個朋友去到歡樂谷玩過山車 結果撞車之後 兒子當場撞云 他有質疑官方公佈的受傷數字不準確 陳太說 圓芳至今仍未向傷者交代意外發生的原因 他又希望能夠整合深圳和香港的醫療資源 毀怕一個較好的醫療團隊救治傷者 按摩